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种人是值得信赖的 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信任是当今社会中人人都渴望的东西 但是在人的一生中 能够真正完全相信的人并不多 不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同事 都有可能因为利益反目成仇 都有可能因为感情产生摩擦和隔阂 这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 也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 毕竟人心隔肚皮 谁都不知道别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累的 同时那些轻易相信别人的人会更累的 因为他们在相信别人的同时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财富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 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欺骗 都是因为信任而产生的 那么在人这一生中 到底哪些人是值得信任的呢? 或者说在人的一生中 咱们可以信任哪些人呢? 请不要急 下面我将分成三类 给大家详细地讲解一下 相信当你听过之后 肯定会对信任别人这件事情 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和感悟 滴泪 低谷的时候 帮助你的人 人生在世 有顺境的时候 也有逆境的时候 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度过一生 谁都不可能顺顺利利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当你得意的时候 当你风光的时候 围绕在你身边的人 也许没有一个是真心为你好的人 也许没有一个是能够值得你信任的人 反而 当你落难的时候 当你处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还围绕在你身边的 为你加油打气的人 为你提供力所能及帮助的人 这些人才是真正把你当朋友 当亲人的人 第二类 当你得意的时候 给你敲行警钟的人 当一个人获得成功的时候 当一个人做出好成绩的时候 是很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的 也是很容易被周围人的阿谀奉长给迷惑住的 假如这个时候你不能冷静下来 假如这个时候你不能认清自己 那么就很容易让自己变得目中无人 骄傲自满 从而使自己从高处跌落到深渊 假如这个时候有人能够给你提个醒 假如这个时候有人能够在旁边 给你敲响警钟 那么你就能避免踩到坑 避免遇到无法挽回的挫折 要知道 在人这一生 假如踩到一次坑 或者遭遇到一次挫折 那么很可能是终身的 很可能是一辈子的 也许仅仅是因为这一次 你将永远无法翻身 永远无法抬起头来 所以当你得意的时候 当你风光的时候 那些能够给你敲响警钟的人 那些能够给你提醒的人 就是值得你信赖的人 也是你生命中的贵人 第三类 在背后无条件支持你的人 这种人 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钱 不管在你得意的时候 还是在你失落的时候 他们总会在背后 默默地支持你 默默地关注你 当然 这类人可以是你的父母 也可以是你的兄弟姐妹 但不管是哪些人 只要你遇到了这类人 那么请珍惜他们 请善待他们 可以说 在人这辈子 能够无条件支持你的人 绝对不多 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总的来说 上面这三类人 是在这个世界上 最值得你信赖的 最值得你信任的 最值得你托付终生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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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